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某 欢迎收看一起来科幻 上期我们通过钢铁侠了解了现实中的热核聚变装置托卡马克 以及当今科学界在这方面的发展水域 对了 先纠正下上期说错的一个地方 就是托卡马克是属于热核聚变 并不是冷核聚变 很多声称自己实现了冷核聚变或者常温核聚变的 基本上大部分实验都是有漏洞的 或者无法使其他人能够重复实验结果 冷核聚变目前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是有被物理学原理的 好吧 说完了钢铁侠 这期我们来继续蹭一波漫威的热点 来聊以人中相关的科学问题 不过还是想先强调一下 漫威系列其实并不算硬科幻 严格来说甚至都不算科幻 可以算玄幻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纠结里边的一些原理 非要想知道 到底能不能实现啊 具体怎么实现啊 什么时候能实现啊 如果真要强行解释里边的一些原理 我觉得只要每个人能够自圆其说就行了 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顶多是谁的解释更合理一些 所以我说的也不一定正确 是想让大家通过这些科幻作品 了解一些现实中的科学知识 这也算是达到了起人科普的目的了 而且这种方式应该比纯粹的科普 应该更有趣一些吧 好了 言归正传 说到以人 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缩放自如的能力 电影中的这个能力是通过屏幕粒子实现的 它是屏幕博士发现的一种 比原子还小的亚原子粒子 那它让以人缩小的原理是什么呢 压缩分子甚至原子之间的间隔就不说了 这个是肯定的 而且是最容易想到的 但是仅凭这个 应该还不足以把物体压缩到影片里那种程度 怎么进一步压缩呢 那就只能压缩于原子本身了 原子还可以被压缩 确实可以 而且有很大的可压缩空间 具体来说这要从原子结构说起了 大家通常都会把原子结构看成是行星模型 太阳就是原子核 行星就是围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 整个太阳系就相当于一个原子 这个原子内部其实是非常空旷的 有多空旷 如果把地球看成一个原子 原子核也就是一栋楼的大小 电子就更小的可怜了 大概只有一个足球那么大 这么来看原子简直是一个大气泡 有着相当大的压缩空间 但是为什么原子很难被压缩呢 这里设计了炮力不相容缘 什么是炮力不相容缘 它说的是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子 处于完全相同的状态 就是说电子之间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不允许同时存在于一个能级 如果用行星模型来比喻的话 你也可以简单想象为 就像地球和火星不能同时处于同一轨道一样 其实根据量子力学 这个行星模型是不准确的 首先 电子不会像行星一样沿轨道运动 而是能级跃迁 比如从地球轨道上的某个位置 突然蹦到了火星轨道上的某个位置 其次 电子是以一定概率的方式同时存在于所有能级的所有位置 就像云一样 所以也叫电子云 所以更合理的模型应该是鸡蛋模型 就是如果把原子看成一个鸡蛋 原子核就是蛋黄 电子云就像外面的蛋白 这个模型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正因为这个炮力不相容远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是无法把一个大物体 直接压缩到极其微小的尺寸的 但是在宇宙里 是存在这种现象的 就是恒星踏缩后的白矮星 在白矮星中 原子间的电磁力干不万有引力 所以原子的电子壳被压碎了 可以看成一堆鸡蛋放在一起 使劲一压 结果鸡蛋壳被压碎了 这个蛋黄在一摊蛋清中流淌着 其实就是原子核漂浮在一片 电子海洋中的状态 这个不是上次说的那个迪阿克之海 那个是带负能量的电子 不是一回事 由于轨道能及越低 电子距离原子核越近 当物质被压缩到极大密度时 引力会把电子和原子核拉得很近很近 这个时候 电子会把低能级的轨道全部填满 而根据泡力不相容原理 每个轨道只能容纳两个自全方向相反的电子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这些电子不能都挤在最近的那一个轨道上 它们只是把离原子核最近的几个轨道占满了 这些相互靠近的电子将产生一种新的排斥力 用来阻止物体进一步缩小 这个就是电子减冰压力 俗称电子减冰力 这个电子减冰力其实并不是一种力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类似 像是大奇亚一样的东西 这个时候虽然物体已经缩小到很小了 但是物质结构还是正常的 因为原子核和电子各就其位 原子的结构还是完整的 但是如果当电子减冰压力 也干不过万有引力的时候 电子就会被直接压到原子核中 然后核里面带正电的质子 综合成了中子 这样原子就变成了完全由中子构成 所以物质内部已经不是正常结构了 这就是白矮星继续踏索的结果 中子星 这个时候连之前电子和原子核之间的空间都不存在了 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原子核 一个挨一个的挤在一起 此时中子减冰压力代替了电子减冰压力 来阻止物质进一步踏错 你可能想到了 那如果中子减冰压力也干不过万有引力呢 那这个时候物体基本上就足以产生一个黑洞了 好了 现在再回看蚁人中的屏幕例子 把人变小的原理 除了分子间和原子间间距 我目前认为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电子挤满了靠近原子核的低能轨道 就像白矮星一样 对蚁人来说这种可能性比较靠谱 至少物质的正常结构还在 只有一个地方不太合理 就是根据质量守恒 无论体积变大变小质量不会变 所以变小后密度必然会变得很大 那么这么大密度的蚁人别说骑着蚂蚁跑了 应该会穿透各种物体直接跌入地心吧 同样对于变大后的蚁人来说 它的密度应该非常小 像电影里一样在水里泡着 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然后说第二种可能 电子被压入原子核 物质的正常结构已经不存在了 就像中子星一样 这种情况下蚁人的尺寸 会比第一种情况更小 但是此时蚁人已经不是人了 因为组成人的物质的基本原子结构 都不存在了 所以这种情况不大可能 无论哪种情况 都无法实现电影里那种 把整个物体缩小到压原子尺寸的可能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叫蚁人了 叫黑洞了 好了蚁人中还有什么相关的量子知识呢 一起来客换 下期我们接着聊 我是林文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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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